大家好,我叫杨练,今年45岁,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 16年的商业项目云印、运云、云销工作纪念 16年的工作纪念,我已经成为一个最靠谱、最具实力、最接地气的职业经理人 今天来到菲林莫属这个平台,我想寻求一份商业项目管理、云印、销售、总经理、云销总监等相关的职务 谢谢大家 这又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在深圳我们遇到的一个求职者 这是一个在深圳给我们所有人留下清晰印象的求职者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们当时在深圳面试求职者 老板里面有一个人是广东当地的一个叫家具企业的老板 很大的大富豪的一个 做评委呢,坐我边上 结果杨兄一出场,这个老板本来在这坐着呢 一看到杨兄一出场,他站起来了 杨总好 杨总啊,当时吓我一跳 我就问,哪来个杨总 就说到,说是当地恨不能是最大的 那么一个叫什么,国际家具中心的老总 家具行业,也算是老人了吧 算老家具了,应该是 算老家具了 比较有知名度比较大 都认识吗 98% 一线品牌,其他小厂不认识 如果是没见过面的,听我这两个字都听说对 所以杨兄,必须得说清楚 在那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干了要来北京 因为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自己呢,我现在还没离职 还在上班 实际上这样的,我的职业规划呢,是和我儿子的职业规划 我是相通的 我儿子呢,因为我为什么想来北京呢 主要一点是我儿子今年是高一 他完了就要去北京上大学 我说我儿子的职业规划怎么样 我的职业规划就应该是怎么样 我基本上可以把我的生命献给他了 就这种 人家怎么说呢 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这四个字在我身上 你们可能以后了解 淋漓尽致的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杨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来来来 我觉得可能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一头狮子养好了孩子以后 在狮子将要长大的时候 会把他驱逐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 你这么样的跟着他养啊 到时候会不会减少他的独立能力 没有,现在从中学开始他已经住校了 每一周周五才回来 那你有没有票来北京啊,我觉得 没有,因为还有一点我还没说 因为少官老师刚才没问到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菲利莫属了 我就了解到伊利洛伊的十种那儿 以前在圣诺里听过 我就了解 着急,这是我们马上第二步要说的事 第二步 对,第二步 说吧 都说到了就说吧 对,就在菲利莫属就看到了十种的伊利洛伊 我就觉得 哇,我没看到有这么好的平台 这么大的平台 然后我这会儿早几天来北京 我包都没放 我马上去了东四环店 你去了 我去考察了 那个我这两天在北京 伊利洛伊的两个店 咖啡自艺的世贸我去吃个饭 然后苏巴酒店的许总那里 我去住了 我就觉得 我如果是能够在北京的话 能够还是 不说有好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 给你掌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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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掌声 稍微给人留点面子 您说的啥玩意呢 如果要是我弄 不会是这个样子 不,感觉明天就垮了 其实,其实少刚是这样 就是现在我这个做这个运营的这个人本身也是做红星美凯隆里的 他也是很高于职位的 但是他真的跟我这个行业还是差得挺远 他开始也是觉得特自信 都不行了 可是他一来做 他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做品牌的 那个是做二房东招商的 他真正的每一个品牌的运营 他没有直接管过 真的不是那么想象 我不知道您准备好了吗 这样我假设 假设我现在就主管伊利若伊 我会怎么做 伊利若伊呢 它的家具方面 家具方面呢 就是产品还是月显单一 因为你们有自己的工厂 我到二楼去看了 二楼我们广东就讲的 你们的家具是在裸卖 就是裸卖 什么叫裸卖 裸卖就是 刚从工厂出来 直接在卖场装好了 然后装好了就开始卖货了 你的产品就是说 价位单品价位都是上万的单品 至少来讲 床上床头 衣柜旁边 它应该有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包括地板 包括天花 就感觉是这样 如果是有可能的话 就是整个二楼的家具卖场 把它的卖场氛围 搞隆重一点 其实杨先生你讲的不错 但是这件事 要是发生在张三身上 他也一样能做 就是现在应该让他阐述一下 他的独特性在哪 对因为你想想 就照你说的去买 那给谁钱谁不能买 我也在家具行业干了17年 谁都可以买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大家要先做一个决定 是不是就是冲家具行业来的 不是 实际上商业项目运营 管理它是相通的 如果我觉得对我 自己觉得感兴趣的一个产品 我会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12位先做出一个判断 杨念 杨兄 是去是留 选 杜子健 杜子健先生 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你教会其他老板一件事 叫做成人之美 批评你 点名批评姚静波 跟你不搭 根本完全不搭 我跟姚销是好朋友 我们在深圳半年前就见过了 好朋友在台下谈 就像我 他来了 我真的得招呼一下 说句话吧 表示一下我的支持 行 所以我第二人才没登 熟了 熟了 哎呀知道你人在呢 五位留着 来 接着聊天 天生我有财 我有一个问题 肯定很多人问你 做这一行 做得这么深 为什么不自己做老板 因为我如果是自己要做 自己做老板 实际上我如果再做家具 肯定做老板还是卖家具 我就想 我不会去做一个小店 几百平米 在红星梅凯隆 在什么城外城 哪去搞个专柜 我可能会也搞个几万平的 一个大卖场 或者是我自营 或者是我自己创品牌 或者是我招商 但是我认为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还没到内部 不管从人脉关系 从一些就其他方面的因素考虑 我还没到内部 所以说我就暂时还是 没考虑这个问题 杨先生我想知道 您跟我有互补吗 就是你弥补我的 比如逻辑思维啊 数据化的管理啊 系统的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 有 实际上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如果是十种工厂的一些产品 可以给其他经销商啊 或者专卖店啊 卖你们的产品 不是说自己开发出来自己卖 啊 这个我能做到 把你们产品 至少像广东 你们产品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杨兄这又说到了 说你在渠道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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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优势 和独特性 其实杨先生 刚才的这个陈述呢 我相信 对 清晰了 我看到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对他也非常有兴趣 我们看得出来 小燕姐对他的那个兴趣 是非常的浓厚 并且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晚上产生一个高薪 是有可能的 我先问一下 因为您也在 在广东也是高管职位 对 就是今天 找工作 您大概的 薪金的 咱们得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呃 我 我现在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广东的薪资 就联薪是六十来万 起薪只有两 两万两万来块钱 加上其他的 啊 月薪是吧 月薪对 两万两万多 就说今天来北京呢 就说不能低于这个数字 最好是能够有助的 好 没问题 我现在的运营总结 住在我家里 好 所以 没问题 先做 先做选择 因为还有五位留下来 所以先让大家做一下 二轮判断 去或者留 然后 咱们再接壮下聊 选择 离开 离开 然后进波离开 一对一的时候 谈起来不相感 呃 一律中一能够提供的职位 呃 我现在希望给杨先生 是运营副总的职位 也就意味着整个运营 尤其是零售店的 这个运营的副总的这个职位 那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高 也牵扯到可能会有股票期权呢 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这个 条件和待遇和责任 我觉得目前我可以跟他谈的是 两万加提成 同时我们提供住宿 两万加提成 但是提成其实相当高 就是提成的比例 大家可以下来聊 相当高 啊 做这行提成 主要是提成 是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杨兄也思考一下 嗯 好不好 呃 长时间的等待之后 越到后面 越要静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接受 应职成功的男士 将获得 单资集团提供的 单资 他能量 男士不服礼合 一份 感觉怎么样 哎 意料之中 不是假的 你期待的 你觉得最舒服的薪水 哎 我觉得实际上 对于我来讲 嗯 经济不是说很大问题 但是是个认同 对 是个认同 对 工资就是对你 人的价值 我也以为是 这不是 就一百分 未经济 的